各位网友, 各位朋友, 陈道跑了过来廣州花道区, 坦布镇的鸭一邱村 坦布镇的鸭一旧邱, 这里有个门牌写得很清楚 这里叫鸭湖生产队, 后来五六十年代他们生产队分开了很多合作社, 其中这里属于第一合作社 所以村民简称鸭一邱, 鸭湖鸭湖很多人都认为这里肯定是养鸭的, 但我进来就未见到有人养鸭 不过这个名字都很特别, 鸭一邱 这里的门牌号码很清晰, 这一条叫鸭一旧邱十四巷, 有新门牌有旧门牌 新邱旧邱就在旁边 村前面有几个水塘, 这些风水塘真的够大, 远远外边看过去还有一个水塘 原来旧时候这里是近巴江边的一片湖泊河冲 所以旧时候这里叫鸭湖 老板你好, 阿伊你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是不是烧猪的? 烧猪肉的, 烧猪肉的, 烧猪肉的? 烧猪肉的? 不是啊, 烧乳猪? 八月十五烧和楼嘛 哦, 烧和楼, 八月十五烧和楼 是 那烧猪都可以的, 我想啊 对啊, 怎样上去呢? 蛤? 你下面有个门的吗? 个砖砌那里 都很难上去的 哦, 即是 个个做门口嘛, 用来放柴烧的 哦, 用来烧和的? 不是, 烧和, 是烧柴 烧柴? 那些柴烧, 那些火噴上去 哦, 是一种风俗来的? 是啊, 你没听过吗? 我就看介绍, 有说好像是烧和楼 是啊 即是你们这儿, 碳部 这儿每一条村都有的? 哦, 很特别啊, 这一个, 这些村民介绍 是, 你去给那些同事, 亲朋戚友看 是啊, 因为, 讲老实 其他村是没有这个习族的 有 有 整个碳部都有 碳部有 有些拆了 花都有 花都有 我去过花山, 花冬那边有没有 那边 拆了 拆了, 爸爸 有些鞋子说, 有些村不搞的 始终都是碳部肯搞的 我们小时候是这些, 汤村过来的 拿些瓦砖, 砖头烤烤的味道 不过, 小时候又没有的 我们很不只私人去做 拿些瓦砖, 拿些瓦砖烤烤的味道 查資料叫做蕭和塔 村民介紹是他們碳步鎮下面的村 每一條村都有的 他們是逢8月15日 他們說的 是蕭柴 是一種雜族來的 好像是別人那種 一種 拜神儀式 平時下面的門就用紅磚封住 8月15日過來 村民就在裡面燒柴 上面噴火出來 都蠻好看的 這些雜族在花刀碳步鎮這裡 都蠻特別的 這裡另外一個水塘 是不是很大呢 像一條河一樣 這裡鴨一村其實往前走就是 巴江 巴江就是花刀一條很出名的支流 他的上游就是連通佛山清遠 一路樓經花刀 就在廣州石門附近和劉溪河會合 就流入廣州城 巴江附近和劉溪河會合 這裏就是鴨一村 舊村的 比較集中的一些書院 祠堂和書室 據介紹鴨一村 就是羅氏聚居的比較多 亦有部分張氏 工場張聚居 據村民介紹 為什麼鴨一村有羅氏、張氏聚居 他們拜同一個天后宮 拜同一個社宮 因為張氏在遠古的時候 其實是羅氏的女婿 所以他們是聚居在同一條村 山牆旁邊有兩塊旗桿石 寫著 真是咸豐年代的時候 鄉氏中式第三名 鄉氏中式第二十名舉人羅潮唐立 鄉氏中式第三名富榜羅潮 鄉氏中式第三名富榜羅潮唐立 花都下面的鄉村歷來都是民風很鼎盛的 他們是宗尊師宗教的 有錢沒錢都要供子女讀書的 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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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放假嗎 是 哦 兩個小弟弟 你們是不是這條村的 是 你是不是姓羅的 我姓羅 我姓張 哦 你姓張 你是姓羅的 你知不知道張氏祠堂去哪裏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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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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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這裏就是羅氏 是啦 是啦 好 這裏就是 最古老的一個 祠堂 站在一個位置 來祠堂八米 你就見不到他們的名稱 往前 走近 上幾級 的 麻石 樓梯 你才可以看到 這個祠堂的 門尾上面的木扁 樓梯 這個祠堂的正門口 和那個 牌匾之間 有一條 木橫梁 上面就雕刻了四棵白菜 這些是 四棵的白菜 1 2 3 4 它是 有意思的 即是說 那些村民如何窮 餐餐沒肉吃吃白菜 都要省錢 供兒女子孫 去讀書考取功名 才有前途 所以這條木橫梁就雕了 四棵白菜 上面是羅氏鐘瓷 還是刻在一個木板上 它不是像人家那樣 在那個麻石門框那裡石刻的 整個祠堂 都是傳統那種 石雕 木雕 磚雕 屋頂就是一條薄古脊 全部有灰索 花鳥魚蟲 零獸 鮮花的圖案 這個祠堂就是人字營的山牆 旁邊 又有一間家屬 你來花都的古村 你見到最多的就是 一座座這些百年的青磚家屬 全部就是以前的書院 書室 舊時候花都這裏 尊師宗教 民風是很鼎盛的 也沒去 這裏有幾個水塘,每個水塘都很大 過千畝的面積 舊時候這裏叫鴨湖 名湖其實是一片湖泊的水香 這一棵就是大樹菠蘿,你看大樹菠蘿已經長出來了 這個露台前面有一座村民建的私人別墅 自成一個庭園 這座樓也挺漂亮的 老闆早晨,你好 這條鴨一村很大 好大呀,鴨一鴨不一樣的,還有兩座村不一樣的 鴨二是在羅氏宗池那邊 鴨二是這裏,鴨一一定會 這裏是鴨二,那裏是鴨一 明白 麻煩你,阿婆 村路前面就是鴨二村 鴨二村就是張氏聚居的一條大村 鴨二村就是張氏聚居的一條大村 這裏的村戶真的很漂亮 水塘,古庸,古庸,老闆 這邊來,花都區的中心 新馬鎮大概都是十多公里 幾條森 這些村有六百多年的歷史 這個門牌是舊時候的名字 鴨湖中和里 據說鴨湖村舊舊行是南北中向 東西有兩三條大巷 這條中和里就是東西向 這些巷比較寬 這些巷口是有門閘的 他將東西巷的門閘關之後 裏面就置成一個空間 外人進不去 他們的村民可以自由出入 自由走動 有解放後起的紅磚小洋樓 也有解放前流下來的百多年的青磚老宅 這裏有個門牌叫二對中和里 基本上都搬去新村那邊住 鴨湖二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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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婆,吃了飯嗎? 阿婆,你好 拍一下村屋 有魚 吃過飯嗎? 五層吃 五層吃 五層吃嗎? 對 四個吃 五層吃 五層吃 烤酒 五層吃 五層吃 六層吃 本來這裏還有一些植耕瘤 不過現在已經拆了很多 我向鴨一舊村轉過來 這邊有一個坦步鎮鴨一村市場 這邊就是新村 一看房子就知道 有些是紅磚的 有些是磁磚的 這邊新村的規劃 都是密密麻麻的房子 一座座兩三層高的村屋 都是南北座向的 新村前面也是幾個水塘的 突然之間下雨 新村也有十幾條岸 這裡是第八岸 全部都是新樓 規劃得很整齊 這裏叫鴨湖 新村、舊村前面都是一條 都是一個水塘 這些水塘 你不小心還以為是一個河蔥 很大的 這邊有一條可以行車的村路 我一邊看進去 基本上都是紅磚樓比較多 這裏是九巷 今天過來廣州花刀居坦布鎮 舊鴨湖村 現在分開了鴨一、鴨二 新村、舊村的視頻分享 就到這裏 非常多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感恩大家的訂閱和分享 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會兒 我會兒 有一個月的 明天 有一個月 我會兒 上去 我們會兒 我會兒 感谢观看